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起这些愿意去谈论他们来说 这个人数又太少了 新青史流派最重要的几位的学者也好 他们的作品也好 很少被引进到中国内地来的 你比如说像欧里德 他目前来说似乎就只有一本书 《乾隆帝》是被引进了中文世界 那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 自然也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 从专业上来说非常可靠的嘉宾 蔡伟杰老师 印第安那大学内亚系的博士 目前在国内任教 那他自己本人的研究领域呢 是清代的蒙古族群问题 所以他从学术背景也好 还是从个人的阅读经验也好 都足以为我们带来一个 对北美的这个青史研究同行 足够可靠的来自学者视角的一个观察 来 蔡老师跟我们这个 互作会友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蔡伟杰 那我自己是在17年的时候 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内陆欧亚系 获得博士学位 然后现在在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服务 你刚说内陆欧亚系啊 就这个内亚 或者说内陆欧亚这个词 就是最近在互联网上就很流行嘛 简直就跟黑话一样了 就是你能向我们的听众简单解释一下 就怎么定义这个内亚嘛 以及像你们内陆欧亚系 你们的研究范围到底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 Inner Asia的一个不同的翻译而已 对 因为过去的话 我们所说内亚 其实就是从Inner Asia 这个英文词翻译过来的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的时候 又被称为是Central Europe Asia 就是说的中央欧亚 或者内陆欧亚 但基本上它指的 大概都是今天的中亚五国 还有中国的这个内亚边疆 还有可能有些会涉及到 像阿富汗啊 或者南西伯利亚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再把南俄草原 甚至部分小亚西啊 还有波斯这些都放到里面来 但它基本上 它是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的单位 就是它基本上是以这个 像我们说的 在这个亚洲内陆的一些游牧民族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采集啊 有根啊 这种的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农业啊 也有绿洲农业 灌溉农业 但它基本上跟着我们所说的这种大型的 这种定居文明 是中国啊 或者是印度啊 这些都还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那么确定的一个概念 概念 像新青史这个词到今天的话 它从一个学术词汇 它变成了引发各种学术圈内外 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中间也掺杂了非常多的意识形态的呀 这些非学术的因素在里面啊 有那种 比如说认为新青史的口号非常新颖 内容非常刺激 吹他的人也大有人在 然后那些通过直言片语 甚至有的是把它发散出很多阴谋论 来认为新青史作为一个学术圈子吧 一文不值的人也不少 那我们今天还是暂时抛开这些 和历史研究本身无关的这些东西啊 我们还是想请蔡老师 以一个专业的这个清代边疆问题的 研究者的身份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新青史的来龙去脉 这个圈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在20世纪末 特别是80世纪末90年代初的时候 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学派 然后在那个时期 大家可能也常常听到的 就是会从这个罗友之 就Evelyn Roski 那这个罗友之 他跟这个和平帝之间的一个所谓的论战 对这个论战我们就打开这个阔谷 因为实际上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真的站起来 因为这个论战的核心的一个争议点 就在于说 何秉立先生他过去比较早的时候 他主张这个清朝 就是他在谈清朝的成功的时候 他把这个因素归结于是清朝的统治者 满洲人他们能够很好的汉化 所以说呢 他认为清朝能够不像这个元朝 对不对 很多人说元朝只不到一百年就没有了 但实际上我个人是认为元朝是不止一百年 是看你这么算 对 但是就是说 他确实比元朝的这个存在的时间来得长 非常多 那这个是他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要素 但是这个罗友之 还有这个柯娇燕也有 就他们在1999年代末期的时候 提出来就是说 实际上 他们也不是真的反对何秉立 而是说 实际上除了何秉立先生讲的那些之外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要素 就是说他讲的那些地方 他主要是汉地 内地是巴省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要看到清朝 他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内亚边疆的这一个地方 这些地方居住的人群 主要并不是这个汉人 那你要能够取得这些人的合作 能够有效的统治这些人 这些他所用的统治的方式 还要成功的地方 肯定不仅仅是这个清朝汉化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你不是只关注汉人 你也要关注到非汉人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论战的原因 在于首先何秉立先生 他写了一个回应的文章之后 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Rosky 后来再回应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一个战的这个回复的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于 他们两边对于汉化的这个定义 我觉得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像何秉立先生 他认为汉化就是你采用了汉人的制度 语言这些东西 你就是汉化 但是对于这个Rosky 还有柯教砚他们这些人来说的 他们受到当时候比较流行的 美国他们的这种族群理论的这种影响 实际上他们这些满人的统治 他们只是采用了某一些汉人的制度 语言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认同上面 自我认同上面 他们还是维持了自己是满洲人的 这样的一个认同 而且就是说在制度上面 所谓的齐民之间 他还是齐人还有名人之间的 这种制度的这种分化 他从清朝开始到这个清朝灭亡都一直存在 这个身份是一直没有合在一起过的 对 所以说他们会认为说 实际上就是清朝的统治者 他们一方面尊重多种的成名的 这个他们的文化信仰 还有制度 另外一方面 他们还能够很有效的维持 他们自己独特的满洲的认同 所以这个是他们在这个地方上面 他认为是清朝成功的地方 但他们也不是真的就是说 就是反对说 何秉立先生所说的那种汉化的这种情况 你刚提到的 其实就涉及到新清史 在中国最受争议的一个点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些学者 本身他的研究方向也没有完全一致 而且人呢 著作也很多 那人们往往就是 尤其是对于热爱讨论 他的这些群体来讲的话 他们往往就容易提炼出一个主要的命题 对吧 那我作为一个讨论对象 那往往这个命题 就可能跟一个刻板印象也差不多了 在新清史身上就可能很特殊的 就是很多人指出 认为新清史的这些学者 普遍都认为清朝不是中国 清朝非中国论 这种看法就是你们作为专业学者 是怎么看待这些讨论的 有人认为新清史主张 这个清朝不是中国 实际上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误会 误会 对 比如说常常被提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普德培他的这个中国西征 China March is West 这本书 这本书就有一些被有些学者拿来作为一个批评 就是说他在书里面提到清朝跟这个中国本身呢 实际上不能够化为等号 他确实是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问题是当你把这句话单独抽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具有煽动性 非常的具有颠覆性 对 你就是说清朝不是中国 但他实际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要说的是清朝作为一个帝国 跟后来我们讲的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 他的性质是有差异的 因为民族国家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的国家内部的公民是同质的 所有的人通通都是公民 你的权力义务什么通通都是一样的 就算你有文化或什么的差异 但你的待遇是平等 但是这个在清代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在清代的时候你是奇人 跟你是名人 或者说你是为一个蒙古人 对不对 你的待遇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实际上清朝作为一个帝国 不等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 民族国家的这种东西 所以你不能够用我们今天民族国家的这种叙事 放到一种所谓的大一统的这种框架里面 因为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有既定方向的一种叙事 它实际上可能在某一个节点上面 这个尊卡尔可能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并不是命定 一定最终就是要变成现在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对它是有很多历史偶然性在这里面的 但是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话语里面的话 就会就会就会讲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平定 准尔对吧 然后完成中古清朝完成了这个大一统 然后这个图尔胡特来归 对吧 但实际上像图尔胡特他们来 一开始也不是真心的来归 他们其实是听到准尔被消灭了之后 认为他们有机会回到故地来这个地方游牧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又遭到这个杀黄的压迫 所以说他们才会想要牵回来 然后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 已经有清军了 那怎么办 他们就商量到底是要打呢 还是归顺 就最终他们的讨论的结果是他们就归顺 但实际上他们本来曾经是有想要用这个物力的 只是最终他们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提议 所以说他实际上你这样大一统的这种叙事里面 你实际上会把很多这种历史的细节 还有他的一些节点偶然性的这种东西给抹去 而这个是普德培 Peter Perdue他这个作者他反对的这种讲法 而且他实际上他的书名就已经写了China March is West 就是说他实际上也没有完完全全的抛弃清朝跟中国 这个之间的一个等同性 所以我只能说他有的时候要么是前后不一致 或者是说他对于使用中国来 China这个词来描述历史上的清朝 或者是其他这种王朝的时候 他是比较小心的 其实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你提到像中国西征这本书 前段时间在豆瓣上还有他的条目的中文的条目 但很快也消失掉了 对当时我还以为这本书是会被引进到国内来 然后你其实也提到像他的作者本身的话 也涉及到一些可能前后的不一致 就是关于新京史的诸多批评 因为我们知道新京史虽然当我们在提新京史的时候 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学术门派 似乎里面的人都是在抱团的 但现实因为彼此都是不同的一些学者们 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的说我们是处在一个门派当中 那么在这些新京史所谓的这群学者里面 有你过去有对他们进行过一些学术批评的这些方向 比如说有哪些是你认为这批学者具体的某一些作品里面 确实做的比较欠缺的 或者你不太认同的地方有存在吗 这肯定都存在 首先我先谈一谈新京史内部的一些差异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新京史其实是一个很松散的学派 当初这个词出现的时候 其实最早是04年的时候 魏州安他在一个学报 这个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的这个上面 我写了一篇综合书评 书评的名字就叫Newton History 后来又有像是欧利德米华健 就James Milworth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人 他们所编的一本书叫做Newton Imperial History 就新京帝国史 但是他其实那个是一个研讨会的一个论文集 主题是在谈成德 秘书山庄成德 作为清朝他在统治内亚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就一般人在说出现新京史 都是会把他引到这两个事情上面 但是实际上被归到新京史里面的这些人 他们彼此之间在理论上 或者在实际的一些案例的分析上面 都有一些歧见 譬如说我们讲到这柯交燕跟欧利德 他们两个对于满洲人的族群性 什么时候出现就有分歧 像柯交燕就认为说 实际上满洲人的民族意识是清末的时候 受到汉人的民族主义的影响所激发出来的 但是对于欧利德来说 他就认为实际上是八旗制度塑造了满洲人的族群认同 因为这个齐民之分 这个在清代是一直维持的 这个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就是在清代的时候 这满洲人他们的族群性 用柯交燕的讲法是意识形态 皇家的意识形态 帝国意识形态所形塑出来的 还有跟当时候民族主义所激发出来的 然后对欧利德来说 他认为这个是制度来塑造这个族群性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他们两个人对于族群性的定义 其实就有不一样 这个我就认为他们两个人的差异 主要就在于这个地方 所以导致他们在讨论 这个满洲人族群性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个结果也有所差异 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 辛辛苦史是用了当时有很多的 就是美国的这种社会科学的概念 他实际上要对话的很多问题 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当初社会科学者 特别族群理论的这些人 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然后像米华健他也曾经批评过欧利德 对他认为欧利德的这个做法 是非常满洲中心主义的 就是说你一切都看到 这个清朝很多政策 是从满洲本位主义去思考的 但是问题是米华健 当然其实科教院某种程度上也是 就是他们批评说 实际上清朝在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并不是只会考虑到这个满人 他自己在政策里面是得利或者什么 他更多的还是从整个帝国整体去考量的 其实这点上面我也会认为 这个米华健讲的有部分是事实 但是我也不觉得欧利德本身是错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存在 就满洲人他作为一个少数的统治者 他确实要维持他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时候 他确实有守从满洲的这种情况 但是问题是他在考虑整个帝国的事情的时候 他确实很多的时候会以整体来作为考量 这个也确实存在 但我不觉得这两个东西矛盾 这只是说你在具体的事件上面的时候 这两个因素都会被考量在里面 就是这个你最终做出来的决定 可能是不要损伤太多满洲人自己作为统治民族的利益 然后你也要兼顾到这个东西在地方上面实施的特殊性 还有它的可信性 所以说这个东西到最后是 你要回到具体的分析的案例上面来看 才有办法落实 所以可以看得到 其实所谓的新西史内部是存在着很多的分歧的 以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例 我本身研究的是清代蒙古地区的这些移民 就包括汉人移民跟满洲移民 他们的蒙古化的一个研究 那我这里面其实也有跟新西史对话的意味在里面 过去欧利德 他的这本满洲之道里面的时候 他主要谈的都是满洲人 他们实际上是有这个满洲本位主义嘛 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上他们担心的东西 不仅仅是他们担心会被汉化 他们实际上也担心 汉人会利用各种的方式 混进到这个满洲的这个圈子里面来 事实上是有的 这个满洲人他们 因为他们是兵丁嘛 就是满洲人你只能当兵 但是问题 万一你这一家人没有生出南海 那怎么办 那你加了这一份心想就没了 那怎么办 那你要么你就是从你的亲戚那边抱养一个 要么就是有人会从汉人那边抱养 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个汉人的这个血统就混到这个满人这里面来 但是这个东西就前皇帝是很忌讳这个事情的 所以他实际上是有禁止这样的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说他谈的都是这种汉人或者蒙古人 他们为了想要获得满洲其人的这种优待的身份 想方设法要加入到满洲的这个群体里面来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情况 实际上反过来的情况也存在 特别在蒙古地区 就我研究的这个情况 汉人他到了蒙古地区经商或者去那边耕种什么之类的 他也有变成当地的蒙古人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他会学蒙语会跟当地的蒙古女子通婚 然后生下来的孩子后来通过一些方式 比如说他们会把他们的小孩奉献给蒙古最高的这个活佛 泽布尊南妈糊涂克图变成他的徒众 在这种情况就变成泽布尊南妈糊涂克图的署名 所以说他们的身份就从汉人变成了蒙古人 就在户籍上面就变了这样 这是汉人的部分 然后满洲人也有变成蒙古人的 照这个欧利德的理论来说 满洲人作为这个统治民族 应该是蒙古人想要变成满洲人 怎么会有满洲人想要变成蒙古人 这实际上就跟清代的另外一个制度 就是满盟联姻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知道满洲人跟蒙古人 他们其实在入关之前就已经是有这种联盟关系 特别是最早可尔庆部还有沿内蒙古其他的部队 透过这种上层的这种联姻跟这个满洲的统治者建立啊 这个联盟的关系 所以说你会看到像所谓这个大育儿 对不对 孝中 对孝中 对孝中 皇太后 对不对 这个康熙的 就是克勤蒙古人 就是蒙古人 然后这个在清除非常非常常见 然后后来的话 当然满洲的统治者 那这个蒙古的妃子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问题是满洲的公主出嫁到这个蒙古王宫那边 联姻的还是作为制度长期存在着 这些满洲公主嫁到这个蒙古王宫那边去的时候 他们自然会带着很多的陪嫁的东西 还有人一起过去 而这些都是从这个所谓内务剥出去的 那这个人很多 其实就内务府的鲍裔 上三期的这些人 那他们到了那边之后呢 就我自己的研究 他们的这个户籍 会被从这个鲍裔的这个户籍册里面给剔除 这样他们的身份会变成什么 变成了蒙古王宫的署名 他们就变成所谓的 蒙古的 这实际上 就是王宫的署名 透过这种方式 他们在这个身份上面就经历了一个从满洲到蒙古的这样的一个转换 虽然有一些人有的时候会随着公主病逝之后呢 这些人有的时候会回到内务府里面 这样他们就恢复满人的身份 但是因为这种婚姻关系是长期而且是系统性的 常常这一个公主过世了之后 他的儿子又继续跟满洲和统治者联姻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皇帝都说那你们这些人就不用回来 你们就留在那里侍奉 之后再嫁过去的这个新的这个公主 或者是会有一些公主有的时候过世之后 他葬在当地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人留在那里 帮公主守牧 在蒙语的话就称为所谓的 Zolt Chin Zolt就是这个蜡烛的意思 然后这个Chin其实就是职业的意思 以什么什么为业的人 所以Zolt Chin其实就是所谓的 祭族为业的这个人 所以他实际上在具体的话 指的就是这些 帮公主守牧的人 那他们后来就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个蒙古 后来他们也变成了这个蒙古人 所以说汉人跟这个满洲人 他们变成蒙古人的这个方式 还有这个历程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汉人的话 他们是先到了蒙古地区 然后学着做这个蒙古人 最终他们的户籍才转变 那其人不是 其人是你先到了蒙古之后 你的户籍先改变了 你先在法律上面变成蒙古人 之后你再学着 在当地学蒙语 学这个蒙古的风俗什么 你再学着融入这个蒙古社会 所以他们实际上这个历程不一样 但是问题是最终的结果 都是变成了蒙古人 那这个就会跟Oli德他所看到的 就不一样 对不对 他会就是说 应该都是汉人或者是蒙古人 这些位阶比较低的 想要变成满人 但实际上我们在地方上面看到的 实际上不是完全是这个样 我会觉得说 我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跟这个Oli德的这个理论做一个对话 但也不是说他说的是错的 但是我只是要提出来说 实际上也有反过来的这种情况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学术角度的一个 对于新京史的 你说是一个分歧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故乡 就是不认同的一些 对对 学术争论也好 这是正二八经的学术争论 这个跟我们前面说过的 比如在大众传播领域 当我们把新京史简化为一个满猛非中国 或者说清朝非中国论 它不就不是一回事吗 那么这反过来也是不是 就是我记得以前你也谈到过吗 其实今天对于新京史的很多笼统叙事里面 其实是把很多的一些30年代日本的猛员 尤其满猛研究 就是所谓的满猛非中国论 他们是为了可能当年入侵华北 或者入侵满猛地区 为这种所谓的肢解中国 做这种学术铺垫的一些言论 合并到了一起 以至于在今天 比如说我们在知乎这样的一些论坛上 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认为新京史 这个帽子都盖的特别大 就是为了知写中国而做的这种理论铺垫 我觉得也挺有必要 跟我们的听众大概科普一下 就是你觉得你看到的这些 对新京史的批评里面 有哪些是混淆了这些概念 对这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会 首先我们要承认的一点是 就美国新京史学者 确实受到日本学界的这个东洋史 满猛史这方面的影响 比如说欧利德就是在日本访学的时候 就是受到港庭英雄很大的一个影响 港庭英雄我们知道 他也是在中国的话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日本的右翼学者 前几年我们王副主席公开提到 他在读港庭英雄的书 好像帮助那会儿港庭英雄的作品在中国国内 对解禁 有一度曾经想要还要出这港庭英雄的全集 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但是就是说他确实是有一些争议的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拿这种东西来说是 就是说你看星星他们实际上就是复制 copy了这些日本二三零年代的这种 满猛非中国论的这种论调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说到港庭英雄 那我们就以港庭英雄为例 他被认为是右翼学的 这确实是有原因的 譬如说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台湾的命运 在这里面呢 他就把清朝认为不是中国 他认为台湾在历史上面 只有在清代的时候呢曾经被统治过 但是他认为清朝不是中国 因为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 不是汉人建立的 所以就可以解释说 台湾在历史上没有被中国统治过 确实港庭英雄是有这样的观念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欧利德 有支持或者是认同这样的看法过 欧利德他的这个立场 跟前面我们提到的普德培比较类似 就是我们其实都要注意的是 在历史上面的中国 跟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 是有分歧的 这两个不是完完全全统一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新兴史内部的这个发展来看 你也可以看到 他跟过去的这些日本的满萌史的做法 确实有很多的不一样 像前阵子英国亚非学院的老师 也是我很尊敬的一个老师 这个劳曼 他呢最近接受了这个观察者网的这个访谈 这篇文章的这个标题下的是这个 哪有什么新兴史 我看就是旧兴史 这样的一个标题 那他其实在讲的 为什么说美国新兴史一点都不新 他就说这个东西实际上 用所谓的非汉文材料来研究青史 实际上在当年的 我们将讲二三零年代的时候 这些日本学者 对不对 内藤湖南 或者说后来这宋春润 什么这些 还有像后来一些什么 港田英雄这些人 都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认为这个东西 只是说你相对于美国的情况来说 特别是跟这个费正清学派 这些主要仰赖汉文材料来研究的这些人来说呢 它是新的 但是在整个世界潮流里面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新 但是我就会认为说 这个如果你只是以非汉文的材料使用的这种 来作为这个定义新旧的话 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公平 因为实际上 新青史他很多的研究 实际上他是在跟当时的社会理论在做对话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前面欧利德跟柯娇燕的这个论战 实际上他最终的问题 增结在于族群性的定义 而这个族群性是当时候 890年代的时候 美国非常流行的这种 特别那个时候喜欢讨论身份 认同 对这种东西就是这种社会科学上面的 这种概念上面的这种讨论 他们的讨论实际上都是从社会科学的概念引发出来 要结合美国国内的这种思潮的一个变化 对的所以说他们的关注其实也还是很美国式的 这种社会科学的这种东西 只是说他们用了中国的这个案例来讨论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上面的话 他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 上是2030年代这些日本学者 他们用所谓的这种非汉文的这种材料 的这种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日本的情况 他们用这些东西是作为汉文材料的一种补充 或者是一种矫正 就是说汉文材料里面没有写的 或者是说同样一个世界汉文史料有写 但是他跟这个满文材料写的有出入的地方 然后他们会认为满文材料可能更加可信 比如说港廷宏他写过 嘎尔丹之死的这个原因 对不对 用这个满文的这个皱折来说明说 这个汉文的材料里面说 嘎尔丹他是畏罪自杀 但是实际上满文的档案里面写 他实际上是病死的 没有畏罪自杀的这个情况 他们会拿满文的材料来作为矫正 或者是补充汉文史料的一个不足 那这个就跟美国的这种新金石的取向 就很不一样 美国新金石并不是认为说满文材料的价值 一定比汉文材料高 而是说满文材料的存在 如果说非汉文史料的存在 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或者是看出这个汉文材料的重要性 汉文史料的存在 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非汉文材料的意义 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汉文材料会这样子写 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非汉文材料为什么会这样写 它的原因又是什么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不同的这种叙事 让我们能够去探讨 很多历史上面多元的这种可能 而且这个其实也不是我的话 这个其实是谢建 我的朋友Jonathan Schlesinger 他的现在这个印第安纳大学 我母校的历史系任教 他所说的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非汉文跟这个汉文材料 是可以互相发明的 他并不是说 谁的这个石料价值比较高 不是这么简单 而是说你没有这个汉文材料的话 满文材料的价值也显现不了 因为没有对照 没有对照的话 就没有办法显现说 为什么这个满文材料会写成这个样子 他写成这个样子 肯定他还是有背后的意识心态 或者是说他有他的政治目的 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 或者说他背后反映的是 他们所得到这个消息的这个来源不一样 对不对 而这些东西 他背后可能都可以帮助我们 去更加的了解这个历史背后的多元性 还有这个可能性 实际上不是这么的非黑即白 那当你如果只有汉文材料 或者是只有非汉文材料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让我们历史学者 去深入的挖掘这些历史背后的 这种多元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是行星史 跟这个日本的这种 二三年代满文史学者的 一个很大的一种差异 对 因为你刚介绍中也强调了 他的一个历史研究中 包括他的一个问题意识 所涵盖的范围 其实跟一些美国国内的这些 政治文化的潮流 其实是有这种高度相关性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美国式的一种讨论 所以他其实跟我们 立足于亚洲 或者说基于近代史上的 这个中国跟日本的这些 可能是学术服务于政治的 这一类的研究 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在大众的这个领域里面 来讨论的时候 一方面是受限于篇幅 或者是说有一些学者 他们在讨论的人 不一定是完全全都是学者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讨论在新兴史 在中国讨论新兴史的人 本身并不是青史学者 很多是研究名史 对名史 原始或者甚至就不是 连媒体的也有 很多都就是他不是 完完全全这个专业的人 所以说他们在叙述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他们其实 可能也不见得真的读过原书 他们可能读的是中文的翻译 其实中文翻译 有的时候会有问题 有的时候有三节 有的时候翻译还有问题 然后有的时候 他们在讲的时候 会因为你跟这个大众 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会把很多的这些枝节给去掉 然后让你的这个东西 容易让人接受 但是问题是实际上 这种简化的这种版本 把这些讨论的脉络 给去除掉之后 实际上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些误会 特别是一般人 他们不在这个学术讨论领域的 这种情况下 就会很容易造成 像我说的 还有这种民族主义的 这个在作用 讨论信息人很多 但是实际上讨论到讨论 去真正去阅读过这些原书的人 其实非常非常少 大家知道欧利德 知道柯教宴 或者了解像米华健 他们这些作品 可能不是说通过阅读他的 因为我们也无法去 在简体中文里面 去阅读到这些作品 但大家聊的时候聊得非常爽快 或者说对他有特别多的一些 无论是正面负面的 很多看法吧 但谈论的这么多人里面 真正能够去看到 他们援助的比例太小了 就包括可能欣欣是领域 最负盛名的欧利德 欧利德的书有被合法引到国内来吗 叫做钱农蒂 钱农蒂 钱农蒂是翻译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欧利德老师 他那个时候跟着哈佛校长 他们去访问北京的时候 他们应该在人民大会堂 见了习大大 然后欧利德还带了他的那本 钱农蒂的这个综艺本 综艺本 作为礼物送了一本给习大大 但是满洲知道 他最重要的一本书 在今天的Manchway到现在 一直还没有办法出 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书 对那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书改的 其实综艺本已经翻译好了 对但是问题是 一方面他个人比较忙 然后他又比较完美主义吧 他希望这个艺本更好 所以说他还在这个过目这个艺稿 因为确实在之前的话 有一些因为翻译的问题 所以导致了一些误解 这个确实也有 所以说他这个艺本 虽然说都已经艺好了 然后也可以引进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出版 这比较可惜 就像柯娇艺也是一样 柯娇艺的他那本半透明之净 对不对 A Translation Mirror 那个书也是 一直没有综艺本 我们目前在综艺本 就知道他的孤军 这是很不完整的一个引进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 集装箱最初运的其实不是商品 香水居然会和宗教战争有关 而世人路由竟然也会用猫咪来暖脚 这些故事都在一档播客里 天猫国际青年实验室与JASPER 联合推出了一档八级的叙事播客 有点东西 聚焦全球化浪潮里的八个物品 为你梳理它们背后的文化脉络 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搜索有点东西 现在就订阅收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 就是最近其实也有一些 世科文献就引荐过一些 他不是关注青史 他也是来自于北美的历史学界 但是对于明史的研究 而且很明显的 他们其实有一部分的这些内容 其实有一点点在我看来 好像在回应可能关于 青史中的一个明代的 固有印象的这么一个话题 比如说最近我在看鲁大为 他写的神武君荣耀天威 在里面其实他画了非常多的篇幅和资料 来强调明代的一个内亚性 因为可能传统在一个 大家叙述中会把明代和清代 他有这样的一个区隔 会强调明代的这种汉人王朝的属性 以及清代的这一个多民族 多元帝国的一个属性 但是像鲁大为这种 他们可能作为北美的明史学者 也会去强调明代的一个政府治理 或者说国家属性中 也存在这种更多元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就这个是不是也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什么新明史来形容它 反正在我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这个有受到过比如说像星期史的一些影响吗 根据我对这个老师的他的这个研究的了解 我觉得他确实也是想要去颠覆过去的一种看法 就是说传统中国像是这个 如果是征服王朝对不对 像这个元朝蒙古人建立的 或者是清朝 基本上是所谓内亚民族建立的这些国家 他们就比较善武 然后呢 所以这种传统的中国王朝 特别是宋明这两个王朝 相对来说就比较文弱 所以说他们比较不注重武备的这种东西 他要设法去破除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其实很大的原因是 奠基在明朝是作为元朝的 就蒙古人建立的这个后继者上面 他就认为说其实明朝跟蒙古王朝 一样他其实都是蒙古帝国的后继者 他们都某种程度的继承了蒙古的遗产 我自己是很乐见这样的方向 就是说我们应该多多的去探索 明朝他比较多元的一个面貌 但是我其实对于新明史 或者是所谓明朝的内亚性的这些提法 我其实本人并不是特别的认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清朝跟元朝 我们说他是内亚王朝 不在于说他们本身做的是什么 而是说他们本身的这些建立者 就是内亚民族 本身你会说他们有内亚性 很正常 这个明朝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你不是说朱元璋 他在建立明朝的过程当中 也有跟一小部分的蒙古人做联盟的 这确实是有 但是他的班子基本上是汉人 本身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 也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我们说的这种中国的这种王朝 所以说我会觉得说 鲁大为的这种提法 我们比较好的理解是 明朝是有受到这个蒙古遗产的这个影响 他继承了一部分的蒙古遗产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是内亚性 或者是你说还有这种内亚性格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恰当 我会觉得他是受到元朝的这种遗产 他在这个外交话语上面 比如说他会跟这个田木尔派去的这个使者 会说你们是成吉思汉家族的后裔 就是他所谓的元裔 元朝的后裔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后原本元朝在中国 他也是曾经得到天命的一个国家 但是后来他们失道 然后他们失去了天命 所以现在这个天命已经归到我朱元长手上了 那现在天命的这个转移是不可以逆反的 所以说你们应该要现在要承认我 才是这个中国的统治者 那他会这样讲的这个原因很大的一个背景 是在于那个时候元朝 还有所谓的北元的这个势力 在这个蒙古 因为我们知道元顺帝实际上 他并没有被抓也没有被杀怎么样 他的班子是好好的回到了这个蒙古奔布却 而且他还持续的在跟这个明朝斗争 甚至那个时候的这个高丽 一开始他也是选择跟北元来联盟的 他没有一开始就承认这个明朝的正统性 是直到后来的这个建立的这个朝鲜王朝 才有比较大的一个立场上面的这个转变 那至于你刚刚讲的这个 《生物军农要天威》这本书 他在谈的这更多的是明朝 他上午的一面 他提到说明朝的皇帝喜欢马球 对不对 然后他会去阅兵 然后深入自己的这个动物园 对不对 这个东西都跟那个时候的内亚 像田木尔啊 或者是其他国家都很类似的这种 然后还会去敬拜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僧侣 这些看起来好像都跟这个元朝的这个情况是比较类似的 那这些情况我也认为说确实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我也觉得说这个思路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很乐见这种研究的持续深化 因为这个东西说真的 有很多人会批评清清史 他实际上忽略了很多的东西是从明朝继承而来的 那这个东西我也认为就是说确实这个某种程度上是成立 我们应该去关注就清朝 我们这些认为他很特殊的这些制度或者是政策上面 实际上有没有明朝的一些影子 但是从明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应该去看到说明朝这些 我们说也算是上午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元朝话语这些东西 他也许也有这个蒙古的遗产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一条的 元明清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后来现在在谈的就是宋元明的一个转折 就是认为说宋朝元朝明朝中间 元朝是从宋朝到明朝这中间有一个转折 而元朝是里面这很重要的一个时代 明朝很多东西通通都是从元朝那边继承而来 这个确实是没有话讲到 你说祖师制度对吧 行审制度等等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这个元朝开始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索 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所谓新明史或者是这种 我觉得这可能还还比较遥远一点 而且可能也不是那么窃提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但我是很支持这种取向的 也是那种在阅读过程中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对而且确实鲁大为他在书中也提到了很多这些新兴史的研究 对他的一些启发 对那个书里面的最后他也提到说我们也应该要把明朝当成是一个正常国家 他只有这种讲法就是现在把这个清朝有这种所谓正常化的这种 就是转向看他内亚的这一面 他也觉得我们也应该看这个明朝的明朝的内亚的这一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鼓励的一个取向 对 那最后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就是最近几年 因为我们知道就新兴史这个概念 从他的出现到他的整个的建构 也经历了20多年的时期了 那他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可能就是跟 比如说欧里德跟米华健跟科教宴 对第一代的 对绑定了 那么最近几年 虽然我们说新兴史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大众传播里面 就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 也不知道大家在争什么 对吧 就是那种和学术无关的一些争论了 但是他这个除去这些争论之外 比如说在这个兴史研究本身上 最近几年 新兴史这块有出一些新的一些作品吧 或者说一些新的方向 可以给我们听众大致介绍一下吗 新兴史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学派的话 那肯定我们就不应该只一直把这个眼光 就一直盯在这个第一代的这些学者 我们要去观察他之后 是不是有一些演变 或者他甚至他在制作这些学者们的 这些学生 他们这一辈的人在做些什么 那这些人其实很多也都是我的朋友们 然后像现在在博士毕业之后 可以都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找到位置 然后开始发光发热 他们的博士专门也慢慢的都改成专著来出版 那我想这个其实在我的这个去年出版的这个 从马可波罗到马加安尼里面的一篇文章 美国新兴史的背景 争议与新兴发展里面 我就有稍微谈到 那这里面呢我想就以这里面我谈到了一些人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我想后来的所谓的这些第二代新兴史学者 但有些学者不太同意 像刘文鹏老师就不太同意这个提法 就是所谓新兴史第二代或新兴史2.0 他的理由是觉得说 他们现在第二代的这些学者已经太过分化了 对不对 他们所关注的这个东西 好像跟他们前一代的这个老师辈也不太一样 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 他有一个保留的意见 但其实他自己在最早在跟这个 我忘了是14年14年的时候 跟这个欧利德老师的一个对谈里面 就是他是欧利德老师的一个演讲 然后他作为这个对话人 评论人里面他自己提到有这个第二代的新兴史学者的这种情况 对 所以我也很好奇他 思想反变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就是他原本认为提到有这样的一批的 然后后来又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存在 这个有机会在当面请教他 但是如果这些人存在的话 就我今天假定这些人存在的话 那他们关注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觉得第一代的新兴史学者 他们可以概括成两个取向 就是一个是去探讨清朝的满洲的特色 代表了人物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欧利德 还有像这个研究清朝皇帝南巡的 这个张勉志等等 这些人都可以归到这一类 另外一种是强调清朝跟同时期 其他的欧亚帝国做比较的这种取向 那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不得培 或者是比如说做这个地图学 制图学的这些学者 这些人是可以做一个比较的 但是这些人他们的关注的时期 主要都还是放在清朝前半期 也就是乾隆以前或者是清末 清末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葛娇燕 那中间的部分就看起来好像就空掉 就是好像比较少有人研究家道 甚至这个道贤的这一段时期 但是第二代新兴史 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们 就开始把这个研究的时段 开始往下拉到了这个清代的 这个中业以后 中后期 然后在这个题材上面也扩展 因为过去的话 我们说这个他们主要 第一代的学者关注的是 还是这个族群 民族主义 政治 军事 经济这些 比较这个制度性的这个研究 那现在第二代呢 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关注的 这个点 从这个对外关系 然后还有这个环境史 然后还有这个法制史 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视野 还有这个兴趣越来越广 然后时间段代也开始往下拉 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材料 也不仅仅只局限于满文材料 他们现在更多的这个他们的语文能力 比他们前一代的第一代学者 都还要来的强 他们除了满文之外 当然也会汉文 然后他们会去利用像蒙文 藏文 沙河台文 等等之类的 这些其他的这种语言 然后来做这研究 所以说我会觉得他这些人 他们的未来实际上 会觉得他们的这个发展 应该是可能会比 前一代的学者还要来的 更好的一个情况 那这里就举几个人来做代表 比如说像在这个密西根大学任教的这个柯塞北 这Pair Castle 他的这个研究呢 就是研究这个 自外法权 在这个中日两国发展的一个比较史 那他的这个专著呢 在2012年出版的 那中文名字可以翻译成 叫做这个审判的理据 是19世纪 中国与日本的自外法权跟帝国权利 那他就会讨论说这个所谓自外法权 我们在中文也有所谓叫领事裁判权 在这个中日两国的这个发展 那像这个东西 他就会觉得说实际上 我们看到这个自外法权 传统上我们会以为说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这个西方帝国主义 加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平等条约里面来的 但实际上他就认为说实际上不是 就是说清朝实际上他跟日本不一样 清朝实际上是主动的拥抱这个东西 他并没有去吃这个东西 外国人要这个东西 这个法权 清朝是很乐意的给这个东西的 外国人的这个问题 你们就自己解决 而这个实际上是早一点的时候 像这个在哈佛的老师 这个副理初 Joseph Fletcher 他就已经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提出来说 其实领事裁判权这个东西 最早是清朝主动给予的 而他给予的不是西方国家 他其实给予的是浩瀚 浩瀚汉国 中亚的浩瀚国 让这些浩瀚的商人在新疆经商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问题 由浩瀚汉国他们所派驻的这个代表来审判 然后后来英国来的时候 他们也用同样的这一套这个方式来处理 对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领事裁判权最早是在这个新疆的时候就出现了 是清朝主动给予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柯塞北他在论述上一个进步 他则是把这个东西呢 这清朝法律 普通人主义的这种概念 上溯到这个清朝 他处理不同民族法律诉讼的一个制度 就是理事同知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在清代 如果满汉之间出了什么纷争 你由这个汉人的这个地方官来审理 或者是由蒙古的这个杂萨克来审理 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在偏袒各自的那一方的人 所以说呢 清朝会有出一个这个理事同知 就基本上是由这个满人来担任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就是作为审理这种不同民族之间的案件的这种仲裁人 就是要避免被说是你可能不公正的这种东西 然后他就是把这种理事同知的这种做法 认为是后来自外法权的一种制度的一种渊源 所以说这个东西他就把传统 我们认为自外法权是一种从外来的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他是在清朝是有自己内部的制度渊源的 或者说他里面有一些东西让他能够接受 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他的这个研究 你可以看到既有这个中外比较 也涉及到内亚 对不对 也涉及到西方 嗯 然后这个时代也是19世纪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过去这个新兴史的 他们都是关注17 18世纪的 或者是只有世纪晚期 20世纪初期的这种事情 他就就有扩展的这种情况 然后像这个关注 另外像这个西雅图 哈盛顿大学的马士加 就Matthew Mosca 他的这个书 他就是2013年出版的 这个从边疆政策到这个对外政策 印度问题与新代中国地缘政治转型这个书 他就在谈清朝对印度的认识 还有他的战略思考跟对外这个政策的一个转变 他里面也是一样 他就在讨论对于这个印度的认识到底是什么 因为传统上来说我们都会认为说 印度就是佛国嘛 对这是佛教传来的一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 印度是由这个莫沃尔 这个王朝在统治的 莫沃尔王朝这个是信奉 这个伊斯兰教的 这个已经跟这个过去传统 这么以为是这个佛国 已经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出入 而且还要加上这个时候 还有一些耶稣会士 他们带来的一些新的这种科学地图 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印度的这种技术 那你就会发现说 清代的中国 他们在认识印度的时候 就受到不同的传统的影响 这个传统有从佛教来的这种传统 然后有中国传统的地理学 对于印度的就是所谓天竺 这样的一些描写 对不对 还有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东西 还有耶稣会士所带来的这种西方的这种技术 那这些东西合成了 清朝对于印度的认识 但是这些技术实际上差异非常的大 然后而且呢 也让这个清朝的人 他们很难去一统这些资讯 所以说呢 他就认为说在清代呢 实际上存在的一种 所谓地理不可知论的 这样的一种论述 就是说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调和 那怎么办 就存而不论 而且这跟中国传统地理学 是有关系 他传统中国地理学 是用这种游记这种文字技术 他不是要你去画一个科学式的这种地图 所以说这个也让这个中国人没有办法去 很好的去调和这些技术里面不同的这些差距 但是他说这个跟准嘎尔的战争 提供了清朝认识印度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后来有一些这个准嘎尔 就是他们在攻打新疆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南疆的这些合作啊 什么这些人逃到了阿富汗的这个境内 然后呢 透过这个阿富汗这个地方的这个交往呢 他们开始认识到 就他们透过阿富汗 还有透过这些 当时候的这个尼泊尔 就是当时候叫做库尔卡的这些人的这些情报 他们开始认识到 哦这个时候的这个印度 是由这个一群叫做这个批冷的这个人来这个治理的 但是这个批冷呢 其实是从这个藏语来的 这个培令 但是这个培令意思呢 就是这个藏语里面的所谓的外国人的意思 这个词他最早是从这个阿拉伯人 对于这个法兰克人所称呼的这个法兰基 就是这个中国传统所说的这个佛朗基 对这个词来的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藏语的时候呢 也叫做这个培令 他们用这翻译 对于他们没有这个孵的这个音 F的这个音 所以就变成一个纯音 P的这个音 培令 然后后来又变成了 从一个外来词又变成了一个本地的一个词 就变成培令 但是实际上这个培令 这个实际上就是讲的就是当时候的这个英国人 那他们是到很晚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乾隆1793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把加尔尼使滑 对不对 面见这个乾隆皇帝 然后乾隆皇帝 透过广州那边的这个情报 还有这个西藏 库尔卡这边的这些情报 统合起来 然后大概之后 其实在广州的这些英吉利人 实际上跟这个培令是有关系的 就他们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认识到 这个培令跟这个英吉利可能是同一群人 或者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实际上过去的话 在中国我们知道 中国作为说很多人会说 这个乾隆皇帝媚于外事 广望自大 自居天朝上国这种 好像对外面的这个事情一无所知 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其实在中亚已经感受到 对他其实已经知道 就是说英国人的 对这个在广州的这个英吉利人 跟这个在印度的这个批令人 实际上可能是同一群人 他实际上是已经感知到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当时候清朝传统中国的这种 边疆政策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他是一个比较分化的 就是说你是在这个边疆的话 就叫为当地的这个边疆大臣来处理 然后这些各自的边疆 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统合 对不对 譬如说我在西藏 我得到的情报是从藏语得来的 然后这个东西送到北京去 然后呢 这个英吉利在广州这个地方得到的 英吉利这可能从英语来的 然后这个东西送到北京去 批令跟英吉利 这个根本你很难从这个语言上面 把他们当作是同一群人 就是在获取情报的这个语言啊 等等这些东西上面 他确实你要做到一个整合 是比较困难的 清朝实际上对于外面的情报的统合 是有困难 这个也妨碍了他们 比较好的理解这个印度的这种情况 但是这不代表说他们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只是说不是那么的完整 那这个就有助于我们去解释 说为什么这个马加尔尼会觉得说 这个乾隆皇帝对他们的这个态度 是比较不友善的 因为实际上马加尔尼也认识到说 因为实际上那个时候统兵的这个 在入葬的这个福冈安 他就已经有认识到说 实际上透过库尔卡那边 他说实际上这个库尔卡那边 可能当初有跟这个英吉利人 就是批令的这个人合作 所以说他实际上是 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跟这个清朝在作对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马加尔尼就实际上 他有认识到说 实际上可能清朝的乾隆皇帝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对他们的态度不是太友好 而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而且虽然乾隆皇帝他说是说 我们天朝应有尽有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奇迹引巧的 西方的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他在英国的这些使臣 回去之后 他马上就要这个广州这边 加强戒备 因为他说担心这些英姨 会借机声势 所以说实际上 我们在得到了这一层的认识之后 我们就不会这么简单的 把他自称 这种看起来好像是狂妄之大 这种态度 解释成对外无知的一种情况 事实上他可能正是因为 他对外是知道一些事情的 所以他会采取这样的姿态 来面对英国人的这个要求 不然他不会说 对我拒绝是拒绝 我为什么还要要他们 在这个南方加强这个戒备 因为他担心英国人被拒绝之后 会借机声势 他知道英国人可能对他们 不是太友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又把时间 拉长到这个后来 他特别是他这个东西 其实后来是一直延伸到 道光的时候 就是说很多透过这个 在广州定泽许啊 什么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引戒 然后呢使得这个清朝慢慢慢慢的 把这个不同的这些资讯 能够整合起来 他们才慢慢的理解到 英国人在印度的这个情况 然后开始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对外战略的这个改变 所以他才会他的这个书的这个名字 才会说从边疆政策到对外政策 他开始从一个比较离心 分散的一个边疆政策 逐渐转移到一个 在中央能够统合起来的 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对外政策 一个转变 这是他的核心的一个论点 那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不仅在时代上面 拉到了这个嘉庆 还有道光这个时代 然后在讨论的范围 也可以看到 他已经讨论到印度这个地方 这个中国跟印度的这个关系 然后还有跟英国人的关系 开始这个对外关系 这个东西也纳进来到这个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环境史 环境史是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的话 我想说以我的这个朋友 刚讲到这个谢建 他2017年出版的这个 已经有综艺本了 就是这个帝国之球 那他就是用这个 在北京台北 乌兰巴托这个地方 典藏的这些满蒙汉档案 来讨论这个清代中国的 你可以说是一种环境保护史 我们知道在清朝 他开疆阔土 对吧 但他伴随而来的也是 这个内亚边疆的自然资源 遭到了比较大的一个破坏 那当然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跟这个清朝皇室 他们在这个边疆大量的采集 所谓的东株和毛皮 还有这个蘑菇等等 这些东西所造成的 那这个当然一部分是应付 皇室的需求 那一部分也有商业利益的 这个驱动 因为这些东西在内地 是可以卖的很好的价钱的 那这些东西呢 清朝皇帝原本他们一开始 是希望他们这个 按旗的上贡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慢慢慢慢的 这些地方的这些 在东北 还有在这个蒙古的这些游牧民 他们没有办法 按时的交上这些贡品 那后来就派人去探查这个原因 那后来就发现说 是因为这个环境破坏的这个缘故 所以说这个清朝皇帝呢 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而且那个时候是还有很多这个 滥捕跟这个盗采的这种情况 就是很多汉人 因为这个 他们想要进去采集这些东西嘛 所以说他就说要进化边地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他就下令 想要这个重新的恢复 关外的这些自然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他就在讨论这个 在清代的时候 所谓的自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他说实际上这个自然 跟这个族群 因为他认为所谓的这个自然 所以就是你要恢复到 没有被盗采的那个情况 然后这个是一个纯净的一个情况 没有被汉人污染 或者被盗采过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些东西就跟 满洲这些故土是纯净的 后来被这些汉人 这个盗采的什么这些东西 所这个污染 所以说他之后要风扇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为了要恢复过去的这种样子 那你就可以说 但是从一时期在西方 也有这种环保运动的这种兴起 那他就说实际上这两个背后的这个动力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这事实上在清代的 这所谓的自然的这种论述 实际上跟族群 他的政治是有很大的 有挂钩的一个结果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在这里 他大量的运用了这个满文 还有萌文的这个档案 然后而且这个时代 也是他有所扩宽 因为他后来这实际上是一直延续到 这个嘉庆和道光这些讨论 而且很重要的是他把这个环境 纳入到了这个分析的 这个框架里面来 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讨论 其实就在于他们对于殖民的一个探讨 就是清朝是一个殖民帝国的一个探讨 那这个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 都跟他们在讨论西藏还有新疆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 那比如说我的朋友许凌军 我以他的这个研究为例 他的新书 就是他从他博士论文改的 这个2020年出版的 陌生人的土地 副标题是这个亲属中亚的文明化工程 他就在探讨清朝在征服新疆之后 因为一开始他是一个军事统治 但是这个东西后来在清朝中末期的时候 遇到的挑战 特别是阿古伯入侵的这个情况 那在阿古伯被左宗棠打败之后 清朝重新收复了新疆 他们发现不能够再继续用过去的这种方式来治理 所以说就兴起了一个声音 要把这个新疆建审 用内地的这种行审的这种制度来治理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大的一个治理 不管是制度上的改变也好 还有治理的人群也有很大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是 由这个乡军的精英来进行的 那他的这个书呢 很大的一个程度就是在利用 特别是吐鲁番这个地方所出的一些档案 然后用像茶河台啊 茶河台文啊 满文啊 当然还有汉文 这类的这些材料 然后来谈就是在清末的时候 这些乡军的精英 他们怎么样重建 这个在新疆的这个秩序 那他们所重建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这个儒家 这个思想 他们把儒家的思想 还有这些这套教育体制带进到新疆这个地方 对不对 是吐鲁番这个地方 然后这些东西 他又怎么样跟当地的这些突厥穆斯林 当然主要是所谓的维吾尔人 他们之间又怎么样来接受这个东西 他们怎么样去接受 又怎么样去利用这个东西来为他们自己服务 他这个书里面就在谈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就把它称为是所谓的这个文明化的一个工程 那他认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就是一种可以说是殖民帝国都会用的一种做法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面来说 你可以说清朝是一个殖民帝国 因为它是由这个中兴施加的一种意识形态 到这个边疆的这种东西 那所以说这个算是他比较新的一个讨论 那在西藏的话 那也是可以用我的朋友这个欧阳 他现在在这个乔治人大学的卡塔尔分校任教 那他写的这个是2018年出版的这个金瓶铸就 大清帝国与西藏活泼转世政治 他里面就注意到清朝对他的署名文化的这个介入还有个改变 他主要探讨的这个中兴的一个制度就是金瓶撤迁的这个制度 我们知道清朝就是在西藏藏传佛教这个流行的地方 有这个活佛转世的这种制度 那在库尔卡之意之后 这个清朝就开始把这个活佛转世 他认为应该要制度化 然后就提出用这个金瓶撤迁来选认这个新的这个活佛 但这个制度其实最早是从明代的时候开始出现的 这种撤迁法 他是明代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杜绝选任官员的时候 可能出现的一些贪掌舞弊的 或者是这种小圈圈的这种方式来做的制度 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中国式的一种制度 但是他被这个清朝皇帝用来决定这个活佛转世的人选 那同样的藏人他们在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开始是拒绝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妨碍 他们传统这种萨满这种拉木吹钟的这种方式来选定这个活佛的一个方式 而且他们也担心说他们的权力会被中央剥弱 但是他后来他们发现实际上这种东西你如果好好利用的话 他可以加强简单颇章就是西藏地方政府的这个权威 因为这个东西最终是在他们手上可以做的这种东西 虽然这个东西在这个达安喇嘛的这个选任上面很少用 但是实际上很多比较小的一些是比较次要的这种活佛的选任上面是很常用的 这个是欧阳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 就是说实际上人家以为这个东西并没有被很好的应用 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说西藏当地的一些贵族还有高僧 他们就开始去主动的合作用这些东西来从中维持他们自己的权力 那这个东西就是跟前面我们讲的许凌军 他的在新疆研究的这个文明化工程的这个很类似 就一个是儒家的这个制度怎么样移植到这个新疆来 那他这个讲的是如何传统中国的一种精品 这种撤迁制的这种方式怎么样移植到西藏来 然后又怎么样得到当地人的支持 那他觉得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把帝国中心的这种优越性合法化 因为这个东西是由帝国中央给予的 对吧 所以说你其实是承认了帝国中心的一个权威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只有中央有这种能力来任意的决定地方的这种制度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 所以说他可以挪用到这个地方 对从这个汉地移植到这个西藏 或者是从汉地移植到新疆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谈殖民主义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帝国中心这种差异政治的这种东西 因为只有帝国中心他才有决定什么东西是合理的 什么东西是政党的 权力是在中心 那地方在面对帝国中心来的这种东西的时候 他的反应也有所不同 像他们就谈从一开始的这个巨次到后来 发现你其实可以运用这个东西来为自己牟利 然后他们开始主动的去合作 来用这些东西来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力等等 那这个都是在这个上面探讨 如果我们要把清朝说成他是一个殖民帝国的话 你可以这个殖民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认识这个殖民的这个定义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定义 跟这个我们传统的这种做法就不太一样了 就是说传统的做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这个军事占领 然后这个接下来是这个经济的这个剥削 对吧 你去剥削这个当地这个便宜的这种劳动力 什么这种东西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 这种定义已经不一样 所以这到最后还是会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对不对 过去你在谈族群性的时候的这种定义的不同 现在是在讨论殖民主义的时候 他们的对殖民主义的定义 其实也跟过去的谈殖民主义的时候 这种经济性的殖民主义已经是不太一样的一种做法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新的一批新兴史的这个学者 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做法 对 他们一直在有一对前面的这些议题有继承 但也有开发新的东西 而且用的材料也是越来越广泛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些东西 就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清朝 它的一个特殊性 蔡老师刚提到这些新的作品 就是我们之后也会在互作惠友的这个公号里面 把这些图书 当然他们大部分应该还是只有一个 他们的英文版在出版了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中译本出现 但是我们还是先把这些英译本的相关信息 在我们公号里面放出来 然后以供这一集的听众们去做一些延伸的阅读 非常感谢今天蔡伟佳老师来到互作惠友 和我们聊了这么多 普及了这么多关于新兴史的知识 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内亚方面的一个博士 可以说是在清代历史研究里面 他是作为一个学者 一个专家 从他的视角他去看待北美的这些同行们 尤其这批被外界称为新兴史的学者群体们 他们作品的或者说研究方向的一些正向的也好 或者说一些他所不认同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学术分歧也好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公众层面来辩析一下 就是新兴史在大众流行的这个媒介中受到了一些歪曲也好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争议 我们觉得还是大家回到这个学术的本身 不用做太多的这种发散 或者说一些更多的一些无关联想 对 就是我插一句话 就是说误会 新兴史进来到中国的这种误会 我觉得这个是常有的这种事情 我前面也讲了 但是我希望这种东西不是指停留在巨次 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是认为清朝不是中国 他认为清朝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之类这种很片面的断言上面 然后就停住了 对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会有这些情感啊误会啊都好 这个也很正常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不要让这些东西只停留在这个层面 而是应该让这个东西成为你继续去找他的这个原著来读 到底是不是真 他们讲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或者说这里面在迎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导致了一些误会 我希望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机会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 否则的话谈的人非常多 但是就人云亦云 人云云云 我觉得这就很可惜啊 对 好 那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